今天教大家說 怎麼樣強勁一些 骨四頭肌 或者是讓我的膝蓋比較穩定 可以有哪些簡單的動作 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也可以做的 一般的復健科醫師會教你抬腿 抬腿的時候 這個腳勾起來 勾個十秒鐘 再來就是 頂出去 其實我今天教毛巾操 又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不要這個直放在地上 再抬高個五公分 十秒鐘一次 然後再換一個動作 十秒鐘一次 你會發現 你這個五四頭肌上面 還有下面的肌肉群 都會痠 要記得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真的很容易 所以你這個是要維持住 然後你是以這個方向 對 所以它除了可以幫助你訓練你的 五四頭肌 你的腿後肌群 你的核心其實也在用力 因為你要撐住自己 我看你的書裡面有個動作是這樣 好像用腿還是什麼 那勾腳 那個也是對前面的肌肉群有幫助 OK 勾到你的腳尖來 腳尖 對 好 這樣維持著一個平衡 這個再高一點點 對 身體要直一點 好 身體垂直 最重要的 腿要打直 要打直 有一些人他是往前 他上直 或是 往外面 對 這樣就會撕掉它的作用 那最重要就是 打直垂直 這時候呢 這個呢 再稍微再用力一點 再稍微一拉 再拉上來 這樣子的時候 你這時候 你跟股市頭肌 是不是更緊張了 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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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